针对美方公然为邪教组织章目 基于谎言和虚假信息 对中方人员实施单边制裁的行径 中方决定对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委员 约翰尼·摩尔实施制裁 禁止摩尔及其家属入境 中国内地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 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 撤销所谓制裁 停止借所谓宗教问题干涉中国内政